大家早 歡迎收看今天解盤 那今天的這個台股是亮縮 那大概就在季線附近做一個震盪 這沒有改變 他今天站上無日線可是 力道上面不夠強 那雖然站上無日線可能 會比較偏多一點 但是 後面無日線可能會往下穿過季線 那就比較累了 所以短線上今天的這個周線收黑是肯定的 這個周線收黑是肯定的 那周黑第一開口死亡交叉開口擴大 所以技術面如果就線論線來講的話 盤勢上面還是有一些隱憂存在 那這邊大家可以稍微 稍微謹慎一點點會比較好 那今天的紅拿電有漲 但是你看他的這個K線 壓在無日線之下 那雖然無日線現在是往上 可是明天過後他又開始走平又要往下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可能還是稍微謹慎一點會比較好 4月公佈營收之前可能 逐漸的賣壓會比較多 那這邊來講的話一樣就是 我的看法逢反彈就是去賣 那這個 操作上面可能 近期的看法是不會改變的 那除此之外 今天還是強勢的 紅塑 昨天大漲那今天稍微休息 盤中還有一度供上300塊 所以基本上 對於紅塑我還是看好的 那當然其實面板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面板 比如說像是這個不用人家帶 自己做就可以了 群創 群創連續拼兩劑 就是獲利 那這邊來講的話呢 現在說有五一拉貨 但是五一拉貨可能這個力道上面不是很強 那沒有關係其實像這種股票 前幾天你會發現他只要開低 你去買幾乎都會賺錢 為什麼這樣講 前幾天都這樣開低 然後就 往上翻 開低往上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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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 盤中只要有下殺 那群創的部分其實講真的 價格又便宜大家都買得起 那你自行操作就可以了 那我想 他的 淨值在22塊 那我們沒有說目標價 但是淨值在22塊如果是賺錢的話 就會比較有機會往淨值做靠攏 那以上是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的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支付投資風險 賭協傻 頂프 帽子 OD